如丁市面上的杯面味道多种多样 你喜欢的口味基本都能找到 但脑洞超大的 网友们还不满足 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猎奇的杯面食谱 其中有些让人忍不住惊呼 这真的能吃吗 下面是五种在Twitter上人气超高的杯面吃法 敢尝试的人都是勇士啊 这是猪鸡版杯面食谱 不管是泡面的时候加入鸡蛋 还是泡好后加入生鸡蛋 感觉都不错吃 网友发明了进阶版吃法 打一枚鸡蛋 放一点酱油 就像吃寿喜烧一样 劲道的面条沾上鸡蛋 非常美味 一些网友表示 吃海鲜味杯面食加上番茄 就像到阳光明媚的地方享受午餐 让人神清气爽 杯面泡好后加一点番茄酱 就能尝到不一样的风味啦 特别是海鲜面加入番茄 立刻升级为意大利风味 口感提升好多 有网友表示 用牛奶代替热水泡面 汤汁更加浓郁 吃起来更爽口 用牛奶泡海鲜面 吃起来很像海鲜杂汇 牛奶和海鲜味 咖喱味的杯面很搭 如果你担心自己吃不惯 可以泡好杯面后再加奶精 也能达到汤底浓郁的效果 蛋黄酱是 饮食文化的精髓 不管吃什么都能加 杯面也不例外 泡好杯面后加入蛋黄酱 会有牛奶般的味道 做法简单 口感很好 网友推荐在海鲜味 咖喱味和辣椒锅前味 杯面中加蛋黄酱 味道最棒 将汽丝偏一层层放入杯面中 半熔的汽丝加上面条 就变成汽丝捞面啦 网友认为 咖喱味或辣椒番茄味 杯面和汽丝最搭配 这五种配料很常见 但加入杯面中却有点大胆 如果你想试试 网友最爱的杯面吃法 下次半夜肚子饿泡面 是可以大胆尝一尝阿贴的